听到这系统的惩罚,斗鹊不禁倒吸了口粮气,要知道他现在的修为之所以没有被护灵学看透,就是因为这强者光环的 再次检测到宿主乳化系统,发布随机任务,任务要求,宿主三日之内必须倒立行走,任务奖励,无 西等你这是在无约无底人格,我当当都却欺费这么仁义屈服 失败惩罚,回收宿主强者光环 老祖,在吗 这么万了不休息来这里干什么 弟,弟子自觉自己修炼速度太慢,想来请教老祖 笨诊刚刚扑不准学过,修炼指导不可盲目追究修炼收斗,要注意行星,你身为真门张家,难道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老祖教育的事,弟子一定谨记在心 故灵学其实自己心里也着急的,毕竟他们浩天中如今已经有了弟子 他这某机器的修为也是在老祖的帮助下突破的,如果他的修为一直都停留在那么低的水平的话,他以后就不好意思以长教的身份面对门下弟子了 老祖,那弟子先告辞了 等等 机缘来了,那本针就顺便靠靠你的修炼整个吧 一开始,顾灵学还以为自家老祖的考笑是选择几个难点来问他 可是后来他却发现足足两个时辰下来 他愣是把这熔龙针法的第二层全都叙述了一遍 嗯,不错 针鱼抱着第二层全都搞得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针鱼修炼到底第二层了 哎,只可惜我的修为还是连气楼增 这打造上的,谁起的那么早 弟子调不成见过老祖 敢问老祖在练何等神功 弟子从未见过如此修炼之法 不要多问,你没见过的还有恨多 还有你这是在做什么 回老祖的话 昨日弟子听过老祖劝见后 深受感触 所以弟子就早上起来砍柴 以此来磨炼星星了 嗯,不错 这小子不愧是欺人之子 得得修炼的态度过年动争 这口是本身优先得到的情人物 你以后就拿这个磨炼星星吧 等你什么时候见这情人物看懂 奔赠到时候再赐你一份机缘 老祖,这是何物? 此乃旧天之上的神物 有时因他东遭兵器 至少也是神阶起步 不过因他跟你联手 也算刚好活死了 老祖,这,这合适吗? 如果你能真正得到修炼上的干物 也不妄费这情人物怎在地加之料 恭喜宿主成功激活弟子血脉